再过20多天啊,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就要拉开帷幕了 到了这个时候,北京国安的外援名额却依然是虚伪以待 京城的球迷们这回是真的着急了 实际上每个赛季结束之后,国安都早早的就开始寻找外援的工作 但是国安的最后一个外援却少有提前到位的时候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许多个赛季里,北京国安队的最后一千也很少让球迷们真正满意的 甚至有点烂于充数的感觉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006赛季,北京国安有两件事情让球迷们记忆犹新 一个是主场搬到丰台体育中心 另一个就是国安和黄马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 其中就包括由黄马俱乐部帮助引进优秀外援 为此,国安方面放弃了此前表现优异的中超最佳射手耶利奇 然而直到新赛季开始的时候 他们才匆匆推荐了一名名叫米尔顿的玻利维亚前锋 无奈之下,国安甚至来不及细细考察米尔顿的能力 就和他签署了工作合同 京城的球迷们当然不会忘记 仅仅四个月后,这位前玻利维亚国角就带着遗憾告别了京城 在这段时间里,米尔顿出场十二次奉献一次助攻 但作为前锋的他却没有一力进球入战 一个水货就此诞生 2007年,国安多多少少吸血了小军 紧赶慢赶,总算是赶在联赛开始前用完了三个外援名模 具体的说,是在联赛首战开始前一小时和两位外援签署的工作合同 他们就是阿尔松和小马鱼 签完合同之后,巴西人阿尔松迅速亮相上海滩 谁也没有想到,连队友都认不权的阿尔松却因此一战成名 在比赛中打进了奠定胜利的第二类进球 帮助北京国安客场击败上海神话 然而阿尔松自己也没有想到 这是他留在北京国安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进球 从此以后,阿尔松一蹶不振 最终不得不背着水货名声,黯然离开京城 好在国安当初同时引进的是两名外援 走了阿尔松之后,还有小马丁 这位个子矮小却异常灵活的边路飞翼 总算没有让京城球迷失望 凭借自己的能力,小马丁迅速坐稳了主力位置 经历了两个赛季的辉煌之后 小马丁在2009年暂时告别了国安 但是上个赛季,国安苦于进攻无力的时候 大家首先想到的救火队员依然是这位边路好手 这样看来,国安在2007赛季的参数点员并非没有收获 50%的成功率也勉强让球迷们满意了 只不过,这不见中超不拉弦的习惯 还是真让人有点不想不想 到了2008赛季,国安的演员工作明显加快了节奏 1月下旬,距离亚冠首场比赛还有一个半月的时候 国安的第三名外援马其顿裹脚斯托扬早早宣告到位 然而国安这一次又失算 这里体能极为出色的后腰却始终无法融入国安的战术体系 甚至从赛季初期开始,他就已经进入了李章珠的黑名单 半年之后,斯托扬消失在国安的阵容之中 有了斯托扬这个例子,国安在外援的选用上又减身了许多 2009年,国安的外援名额直到亚冠联赛开始之后依然没有用完 3月15号,也就是消费者悬疑日这一天 国安终于和来自宏都拉斯的中超先生大马丁签署了合约 而在几轮比赛过后,前中超先生来到北京后明显有水土不服的迹象 直到2009年10月,大马丁才终于在国安客场对阵河南建业的比赛中露出争容 而在2009赛季的最后一场中超比赛中 大马丁大显神威,用三力进球证明了中超先生的不俗实力 最后一千,直到最后一轮才完全体现价值 这中间,忽略了二十八度 2010年,随着前苏格兰国家罗斯的到来 国安的选员工作提前半个月就宣告结束 然而水土不服的毛病再次出现在国安最后引进的外员身上 在编后卫的位置上,罗斯总是无所适从 和队友的配合总是出现失误 最终,罗斯在国安阵中仅仅留下了这立挽回颜面的进球 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了轮换阵容中的野心人 尽管罗斯最终还是坚持到了赛季结束 但就连他自己也都认为,这一年的光阴虚度 今年的最后一千,国安队是会继续以往的低迷 还是会上演终极绝杀的给力一幕 我们当然期待后者